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杀害苏莱马尼无异于发动战争 全世界屏息以待 看伊朗在三天的官方哀悼结束后如何以及在哪里进行报复 全球的油价金价以及股价也在屏息等待着伊朗人三天之后会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接下来的局势怎么走 其实在之前的内容 特朗普的胆小鬼博弈就会知道 胆大鬼们会搞事情 但美伊双方在撞车之前 胆小鬼们肯定要握手言和的 首先对于美国来说 目前是急于谈判的 美国刚刚完成刺杀 一贯喜欢懒工的特朗普自己还没说啥 负责动手的五角大楼就主动把总统搬出来 表示是特朗普下达的指令 对于特朗普来说 刺杀他国的高级外交级情报人员不仅要承受外交上的巨大压力 而且还要担心遭受到未知的报复 因此就像昨天夜里 国务卿蓬佩奥疯狂的给全球主要大国的外交级安全部门负责人打电话 并将其发布在推特上来呀 特朗普和蓬佩奥哥俩也挺慌的 毕竟伊朗也算一个美国的选举客心 德黑兰人质事件让总统卡特痛失总统大尉 班加西人质事件更成为希拉里2016竞选时最大的黑点之一 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同僚们当年可没少借机抨击这位老对手 所以为了避免伊朗成为自己竞选时的地雷 时刻的特朗普急于安排与伊朗的会谈 打出请客牌可以不设定任何的前置条件 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实际上也是想谈判的 一方面毕竟生出美洲大陆的美国 其地缘安全就像让子弹飞中黄老爷的碉堡一样固若金汤 以目前伊朗哈密内裔的能力并不足以掀翻桌子 尤其是在没有两大家族的支持下 于是网破也报不了仇 另一方面苏莱曼尼能够普遍被视为伊朗保守派类的二号人物 和哈密内裔的接班人 靠的是他近年来在伊朗地缘扩张上面立下的赫赫战功 随着911后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与阿范战争先后进入尾声 美国部署在中东和中亚的力量也在慢慢的退出 全力真空给了苏莱曼尼空前的机会 苏莱曼尼指挥的圣城旅扶持了一大批的政治势力 其中包括叙利亚阿萨的政府 伊拉克的什叶派联合政府 尼巴勒的真主打 也门的胡塞武装 随着苏莱曼尼在中东和中亚话语权的不断增强 尤其是随着ISIS的崛起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不得不选择与其合作 以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巨大利益 所以苏莱曼尼是一位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情报头子 由于与中东各方都有着复杂的利益交换 看似危险 但试着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人物 平时出门连防弹衣都不穿 但是苏莱曼尼取得的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 恰恰也是他的危险所在 伊朗能在最近几年内能够帮助阿萨的政府 抵挡住美国组织的反政府军 能够扶持野门的胡塞武装 达德沙特痛不欲生 能够与库尔德武装联合击溃ISIS 扶持尼巴嫩真主党和对抗以色列 但是这种拉着一群小弟 全球排得上数的几个金主爸爸们同时对抗 可不是光提供情报和训练就可以的 苏莱曼尼不仅需要对外提供大量的军械装备和补给 还需要巨额的政治现金 用于收买各股力量 这意味着苏莱曼尼推动了伊朗地缘扩张 也在迅速消耗伊朗宝贵的外汇储备 尤其是随着特朗普上台后 撕毁了伊核六方协议 伊朗石油出口的利益迅速滑坡 国内经济也出现了巨大的震荡 因此拍脑袋就知道 伊朗国内的公务系统中很多人 对于穷兵独武扩张的苏莱曼尼 是敢怒不敢言的 如今随着哈梅内伊接班人苏莱曼尼的去世 以及看到特朗普必然会递出的橄榄枝 伊朗国内的改革派 必然会提出趁美国理亏和特朗普心虚 逼着特朗普和美国回到谈判桌 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毕竟只要六方会谈的鸿门宴重启 伊朗的封锁被结束 康大的石油产能 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为伊朗换取美元 而这也是符合伊朗国家利益的 几年来苏莱曼尼虽然替伊朗打下来一个什叶派之湖 但是目前伊朗却没有经济实力守住这个新月地带 哈梅内伊需要足够的钱 才能够将中东的什叶派穆斯林联合起来 因此虽然很多人都在传言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我们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定的紧张 但停止了六方会谈 反而可能因为此次的空袭斩首而加速重启 如果推测没错的话 特朗普会给出一个伊朗无法拒绝的条件作为筹码 那就是像当年古巴危机中 美国偷偷从土耳其撤出核弹拉雅 未来一年内美国也将默默地从伊拉克撤军 让伊朗看到消化伊拉克的机会 一旦谈判能够重启 中东这个火药桶就会开始熄灭 这也意味着整个中东的地缘将出现开启新的篇章 只不过把视野放得更远一点 就算今年美国和伊朗的鸿门宴谈了 把伊拉克这颗钻石送给伊朗的美国 必然也会杀一个回马枪试图取回 而死了六小只的哈梅内伊 早晚还得搞反击 未来中东这个火药桶怕是停不了了